我剛剛一出門口 一位大哥告訴我 他說他買了幾包愛炒 應該是愛炒 好像17塊錢一包 他說那個東西是殺病毒 殺細菌的 可以在家裡面點燃了 然後熏熏房間裡面的 香薰一下 我還說不明白了 他建議我去買一包 等一下我去買一包 反正也不貴 就跟他們燒的那個東西是一樣的 這個是愛炒嗎 那我去買一包 剛剛我看他們買了好幾袋 告我有用 去買一包 旁邊那個是 買中藥的地方 愛炒有吧 我一斤是17塊 我給我來一斤 剛剛看別人拿了 告訴我 他說有用 燒了就可以 第1個病毒 所以你現在算一下 從18號 就從18號開始 它是殺細菌的還是什麼 收音台服製 哦 對 那我怎麼 拿單子 錢 出出門學了好多東西 雷 雷 我这个是微信的 再来 好了 拿这个就可以 来 好嘞 谢谢 开心的都找不到门了 出门又学习了 这个是一斤爱业草 回去拿铁盘子烧就可以了 今天收获不小 买口罩没买到 这是小事情 但是学了一个大妙招 就是用艾业草 用铁盘子里面 放铁盘子里面烧 烧完之后 它可以像香薰一样 把空气里面 这些细菌什么的 可以撒死掉一部分 应该是这样的 在视频的开头之前 是这样子的 我正往那边走 然后就有一个开着 一个豪车的一个大哥 胖乎乎的 他跟我说 你拍什么 我说我今日头条 然后拍个短视频 然后他说买到口罩了 我说没买到 然后他手里就拎了几包 这个东西 拎了五袋 好像是 然后他说你买这个 我说这个什么东西 因为我看起来 刚刚不是看到铁盘子了 我就觉得应该是铁盘子 那个东西 闻着味道 我自己感觉是有点爱业草的味道 我说这是爱业草 他说是的 然后他说你去买这个 口罩是买不到暂时 但是你买这个 把家里边空气 可以过滤一下 可以杀杀菌什么的 好了 碰到一个贵人 刚刚学习了 然后我就直接去药店 因为他这药店有中药的 左边是卖中药的 右边是西药的 直接去买了一包 回去先烧起来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还可以出来再买 这个东西一天烧它一次的话 这一袋估计能烧个5次6次 能用个5天是最起码的了 大伙也可以去到中药店 买点艾草试一试 管它有用没用的 最起码艾叶草 咱们 像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艾叶草泡水洗身上 可以防什么骑小疙瘩什么的 总归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大家不妨去试一下